美国一个96岁 他爸爸就是在厕所倒下去的影片 我在今年2012年5月 看完张医师的DVD以后 又在6月上了手法的训练 在7月份也去听张医师亲自演讲 看到一个影片就是 刘医师在被人急救的时候 那个印象给我很深刻 可我没想到在8月3号晚上10点半左右 我平常跟我爸爸 他96岁的老人上车的时候 他坐在我车缸上 突然间他就往左边这样倾倒下去 我就观察他的脸部 他都已经两眼掉 然后口开了 那我就看他整个人要 头都要撞到地下的倒下来 我就很自然反应把他持到地板上 开始就给他做背部的 延时点的推按 开始做那个7点在左边的时候 用手肘这样去给他按的 然后再因为他脸是向着我这边 那在做对面的那个7点时候 手肘不方便了 我就用我的手掌的那个工具 就是4个尖尖的手指头去按 按完以后呢 我就想说把他翻过来观察一下 他紧了没有 没想到就下招了 发现他整个眼睛 那个眼圈都黑了 那我心里面就更紧张 那快点要跳到头部去了 我就给他的头部原始点 第一点就是那个耳后的那个点 平常那个点对他来说 他连给我碰都不能碰 是很痛 这下子我就用船部很地道的力量 这样子做下去 他完全没反应 那我以为 他没有反应 到了这下子 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 有没有好处 可是已经没选择了 就感觉像个还没训练好的小兵 就可以一下子当当闭马 就上了那个战场去 没选择了 我只能够很专心地做下去 结果后来接着我就做那个头部 那个整骨下那个4点 这一边就是他的左侧 我就用手肘这样去按 然后跳过了颈椎那边的时候 手不顺利 我就改用是这样的手工具 手指的工具 然后按到第二点 拿起来要按第三点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个声音 他就 这样子 就来一个很深的吸气 我知道他已经醒了 然后我推他 他眼睛已经围开了 我很开心的 结果就又想把两个快快的把它弄好 没想到他的手有一点就退过来 可是又没有力 可是已经真的醒了 然后我 结果还是把他最后那个 那个他右边的耳边 那个点揉的时候 他就手已经过来要抓我的手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按呼 从头到尾 在给他速解的时候 他就出声说 冲醒啦 滴倒啦 那声音也出来了 我就更安心了 他更有力量就抓我的手 好像要打我 不给我再按了 他很痛了 那我只要接他 我已经完全醒来 我就安心了 很感谢张老师提醒我们 要把这一张 登成我们原始点的CPR 领域那么大 我也做了一张在家里 是在我爸爸发生事情之前 我就弄了 所以我的福气给了我 有一点这样的印象 以至于在很危急的时期 我虽然很紧张 可是还是很照常 很正常的把它完成了 结果也真的保护了我爸爸的生命 希望从这个经验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真的可以学习这个手法 在生死的关头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谢谢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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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一下 抽一下 抽一下啦 当然 请不去吃 哈哈哈 好啦 很好 真的给他照一照 看到老人家笑 很天真 这 这个案例 他看到眼睛往上掉 嘴巴张开了 然后倒下去 那个是心脏 心脏还是头部的问题 头部 头部啊 心脏是完全没有反应 对不对 他有反应 但是他因为刚学 所以他从哪里先按 上背部开始按 对不对 还好上背部按的时间不长 因为顶多就是一分多钟嘛 那按完 那越按越怎么样 有没有更严重 有更严重 越按眼睛越来越黑 然后本来张开的变紧闭的 所以按错会不会好 你不要脑中风去按脚底啊 所以很多脑中风 然后去掐这个人钟 有没有笑 头部有问题 你那按脸部 没有笑的啊 知道吧 所以这些都试过 我说到了紧急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什么是玩大开关 还有小开关 就在这里 反应